前两天看到一消息 说是咱的尖山舞已经登上辽宁舰了 有照片 然后呢就很多人评论 说这尖山舞是不是真的 那是不是模型啊 在论坛里然后互相争吵 那更有甚至那小本子的军事论坛 那讨论的比咱的还欢呢 我呢平时喜欢跑他们论坛看热闹 有的说完了 我们可能没有制空权了 即便是在海上 你看他的语序是有问题的啊 还有一些比较清醒一点的小本子 就算熊猫家的尖山舞 是模仿父亲的F35 但是他自己能制造 而我们需要向父亲购买 所以在未来的战争中 在消耗战争中 我们肯定会落下风 哎呦这整个论坛啊充满了恐惧 哎呦把我乐死了 我也不说话 我就眯着眼看着他们评论 然后呢突然就出来疑惑 开始站在专业的角度上分析 尖山舞不如F35 而且还是沉沉烂调 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我最了解熊猫家了 他们的发动机根本就不行 完全没有战斗力 他们完全是用第三代战斗机的发动机 外面装了一个第四代战机的壳子 所以根本就不行 没有什么害怕的 而且还提供了一大堆 这尖山舞发动机的数据 那我肯定专业啊 我一看我说这数据还正确 然后他就提出了一个结论 咱们尖山舞用的是双发 什么是双发 就俩发动机 那俩发动机加起来 推力等于 F35一台发动机的推力 所以咱们的发动机不行 然后这篇帖子呢 就置顶到小本人的论坛上了 然后下面留言非常多 其中有一个说道 有し 原来如此 看来熊猫没有什么可怕的 还有一个留言 我就知道 他们一贯如此 吹牛是他们一贯的作风 还有的留言 我刚才查了 大神的数据证据 看来熊猫比父亲还是差得远 还有人留言 我们的大战略 还应当保持跟父亲一致 不能动摇 然后我看到这儿呢 就忍不住了 然后我就手欠了 我就准备给他回一帖 我就说了一句话 你知道什么叫含道比吗 不出两分钟 那王八蛋给我删评论了 哎呦 让我这个气啊 你不敢正面回答我 你删我评论 然后我就把那发帖的投降点开 一看呢 他的IP居然是大漂亮的 他的账户注册名 竟然是拼音 我靠 这难道是战户局呢 不会啊 战户局干这事 没有道理啊 战户局都是忽悠丧成的 你跑论坛里忽悠小老外星 有什么意思 所以我料定 这小子肯定是汉奸 惊日分子 然后呢 我就在咱们的网站上 搜索了一下 竟然发现有很多的论调 和这个汉奸呢 说的一样 主体意思就是 哎呀 我们的歼35不行 比人家的F35差的远了 那发动机就不行 你看上来又替发动机 哎呦 让我这个气啊 自从去年11月份 我发了一篇 关于咱们的传用燃气轮机 性能参数 全面碾压 世界各国的视频之后 你看吧 从此全网 没有人再敢说 咱们的传用燃气轮 你不行了 就剩下一条了 开始喷航空发动机 哎 我们的飞机发动机不行 比那老美差远了 哎 不行不行 发动机不行 所以呢 今天呢 原本我想打算休息一天 明天就出发了 那昨天才更完电子站 今天呢 休息一天 明天呢 就开始忙了 但是 这事不是碰上了吗 所以呢 今天我就再出一篇视频 好好说到说到 什么是航空发动机 咱们的航空发动机 到底现在处于什么位置 这一期呢 可能专业比较强一些 对女性粉丝们 可能不是太友好 而且呢 不仅对女性粉丝 不是太友好 可能对所有 非军民以外的人士 那可能都是 晦涩难动的东西 所以呢 我只能用最简单的讲法 把咱们国家的航空发动机 给略微的点评一下 讲一讲 咱到底怎么样 所以呢 这一篇视频呢 可能是直男片 所以您看吧 一会儿啊 我这篇视频下面 那评论区里 那都是直男 咱首先说一下 为什么要讲发动机呢 尤其是航空发动机 现代战争中 那空军的力量 可以说是决定性的 无论是一场大规模战争 还是局部战争 没有制空权 在现代的战争中 基本上就不可能胜利 你想你陆军再强悍 那坦克再结实 你架不如人家空军 在一头上盘旋 那相当于什么 那相当于鹰和兔子的关系 那天上的老鹰 随时可以攻击兔子 尤其是现在的武器 那无论是空对地导弹 还是空对地火箭弹 还是空射版的反舰导弹 那可以说 那都是发现机摧毁 所以在战争中 谁掌握了制空权 那谁就能赢 那有人可能不服了 那当年我们 康普元朝的时候 我们不是也没有制空权吗 那打得不是也不错吗 说到这一点啊 咱得稍微普及一下技术质 那抗美元朝的时候 咱可不是没空军 虽然咱的飞机数量少 但是 咱们的机型呢 和老美处于同一代 而且呢 还有苏联在后面支持 咱可并不是完全没有制空权 虽然制空权比较弱 但是还能打 即便是这样 那你看咱那抗美元朝打的 上网了多少人 那只能用黑夜做掩护 白天基本上都不敢动 你在现在战争中行吗 夜市仪到处都是 黑夜再也无法提供掩护了 实在不一样了 所以空军 可以说呢 是极其重要的 没有制空权 就没有制海权 没有制空权 地面行动 就无法不输 那制空权靠的是谁呢 那就在靠战斗机 那战斗机是个什么玩意儿呢 其实啊 战斗机就是一个会飞的发动机 那就是给一台发动机 装上翅膀 然后再搞点雷达 电控系统 那就成飞机了 可以说 航空发动机 不管是体积 还是重要性 那就决定了一架战斗机 80%以上的性能 哪个国家有航空发动机 哪个国家就有战斗机 那咱们国家的航空发动机 到底怎么样呢 你看吧 那网上70%啊 都一个论掉 说啊 我们的发动机不行 我们的发动机 不管是技术 还是设计理念 都远远落后美国30年 这种论调的 占70%以上 你看我给你说一规律啊 只要是持这种论调的文章 你给它打开之后 你会发现 它整篇文章 没有任何参数 因为说这种话的人 他就不懂什么叫参数 你说你研究军事 那跟配电脑买手机是一样的 你就像华为的手机 那Mate60 为什么比Mate50贵呢 那你要说 那Mate60是新的 那Mate50是老的 所以Mate60比Mate50贵 那这样的人呢 那就是不懂手机 那要懂手机的 那Mate60的手机 芯片是709000S 那比那Mate50的芯片 性能强出20% 那另外 那Mate60有5G射频芯片 那Mate50没有 它只能上4G 所以Mate60贵 Mate50便宜 你看这样说的人呢 那就说明人家懂 所以呢 以后您再看那军事文章啊 军事视频的时候 满篇不提参数 张嘴绕来绕去的那些货 立即又关了吧 因为什么 因为他外航 对不对 真正的军迷呢 不仅要研究武器的参数 还要研究武器的原理 你比如说航空发动机 有很多人都说了 航空发动机中国不香 其实说这句话的人 那就是一外航 为什么说的外航呢 那航空发动机那是一个门类吗 那航空发动机包含的多了 有窝喷发动机 窝扇发动机 窝奖发动机 窝轴发动机 您说中国的航空发动机不行 那您说的是哪一款啊 还是这四款都不行啊 以后您再碰点这种喷子 你就问他 你说的是窝轴啊 还是窝奖啊 还是窝喷呢 还是窝扇呢 你看吧 这喷子立马是傻眼 他屁都不知道 所以呢 咱这个视频呢 先少个忙 什么叫窝喷 窝轴 窝扇 窝奖 咱先讲一下 那我要是给您念定义啊 那估计一群人都傻眼 那就太专业了 咱还是用最简单的方式给您举例子 首先说窝喷发动机 那窝喷发动机呢 那是后面那三款发动机的基础 那什么是窝喷发动机呢 那咱就举个不恰当 但是又很贴切的例子 咱过年的时候放那炮 那穿天猴你知道吗 就是点着屁股之后 他叹一声就上天了 他后面一直喷火 也就是利用喷火的强大推力 反作用力吧 把那穿天猴给顶填上去 这就叫窝喷发动机 那就是航空燃料啊 在这个窝喷发动机里 开始爆燃 然后喷火 然后推着这飞机跑 这就叫窝喷发动机 你看你知道这原理之后啊 那咱再讲它的特性 你一听就明白了 那它是靠喷火提供推力的 那燃料消耗速度肯定厉害啊 它全靠燃料喷火呢 所以啊 这窝喷发动机 好处就是什么 那就是推力大 速度快 在空气稀薄的地方 比如高空 也能够提供相当大的推力 但是缺点呢 就是耗油太快 一会儿油都烧干了 那飞机就得返航 所以呢 窝喷发动机 目前用到巡航导弹 用到反舰导弹 这个上面比较多一些 还有就是老型号的 高空高速飞机 用的比较多一些 但是你会发现 它的航程特别短 第三代战斗机以后 就是从咱们的歼8以后吧 甚至歼7啊 就很少再用这种发动机了 你比如美国的F46 那直到现在的F22 F35 那都不再用窝喷发动机了 但是窝喷发动机呢 是后面的三款发动机的基础 您比如说 现在的所有战斗机 那不管是三代机还是四代机 那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 那用的都是窝扇发动机 那窝扇发动机 给窝喷发动机什么区别呢 那窝扇发动机 那就是窝喷发动机 外面套一壳子 那壳子和那个窝喷发动机之间呢 有一个间隙 这个间隙呢 叫外寒道 那这个间隙呢 是干嘛使的呢 那就是窝喷发动机 提供动力 来推动那外寒道的一圈 风扇叶片 那风扇叶片 往后吹那种凉风 从而实现反推力 我不知道您听懂听不懂啊 能用这种大白话 讲航空发动机 那也是我独创了 也就是窝扇发动机 它真正提供动力的来源 是那风扇叶片 往后吹的那凉风 那不是你看的那歼16啊 或者是歼20啊 那屁股后面喷的那火焰 那喷吹的那火焰 好看是挺好看 但是那并不是动力的主要来源 那主要的动力 还是往后面喷吹的那凉风 那你看不见 这就是窝扇发动机 您看那民航科技上的发动机 还有那运20上的发动机 那都是这个原理 那都叫窝扇发动机 那至于窝桨啊 和窝轴啊 那咱都不讲了 那你就知道窝桨发动机呢 也是窝盆发动机提供动力 然后带动螺片桨叶片 就那三个四个叶片 跟风扇一样转 搅动空气 给自己提供动力 那这种窝桨发动机用到哪 用到海上的运输机 主打一个省油 寿命长 耐海上的海物 那窝轴发动机是什么呢 那就是直升机啊 直升机呢 叫窝轴 这两款发动机呢 那不是今天讨论的主要对象 今天咱主要说的窝扇 为什么呢 因为不管是F35 还是歼35 还是F22 还是歼20 还是运20 还是C919 那用的都是窝扇发动机 那说实话 那窝扇发动机 可是人类历史上的工业名著 那不次于燃气轮机 那甚至也不次于光刻机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世界上能够生产军用窝扇发动机的 不超过一巴掌 比如说中 美 俄 那英法以前也行 那现在就没落了 40年就没出过什么新产品了 那老美 那30年没出过新产品了 那毛熊解体之后 还是在吃老本 好在全世界窝扇发动机技术都停滞了 所以呢 它也并不显得怎么落后 现在在全世界范围内 还在大力气研究 涡扇发动机的 只有咱们 这块的研发一直都没听过 我说到这个观点啊 很多人都懵了 老残啊 照你这么说啊 那全世界的航空发动机 那大家都停止研究了 那就等着收猫了 确实是这样 不是说他们不想研究 而是他们的体制出了问题 给您举个例子 那F22的发动机 F119沃山发动机 那还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产品 这30年都过去了 还在吃老本 还是美国最先进的小韩道比 大推敌发动机 那俄罗斯家的苏-57隐形战斗机 还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 AL-41发动机 英法两国的航空发动机 基本上已经没落了 完全可以不用代替 那有人就问了 那F345的发动机不是新的吗 说这种话的人呢 基本上也算半拉居民 确实啊 F35的发动机是F135型 这款发动机呢 是在2009年交付的 可以说是美国最新型的 也是最先进的沃山发动机 但是您得看这F135的发动机 是怎么来的 它可以说不是一款新型发动机 它还是在这个F119发动机上 增大了外寒道的体积 仅此而已 也就简单的改了一下 可以说不属于一种新型的发动机 那什么是外寒道内寒道呢 那什么叫寒道比呢 还有什么叫推重比呢 那什么叫窝前温度呢 哎呦这知识太复杂了 我虽然都知道啊 但是我不想讲 那要讲的话呢 就太专业了 你估计也是一脸懵逼的进来 一脸懵逼的出去 我这就直接说答案得了 那F35上面的发动机 就是F22上的发动机 加粗版 那为什么要加粗呢 为了提高推力 这个F345的推力有多大呢 你要是看餐数能把你吓一跳 它能达到18吨 你说吓人不吓人 那咱的歼山五用的什么发动机呢 那用的是涡扇19 那咱的涡扇19发动机 那推力是多少吨呢 咱那涡扇19的推力是11吨 你要是听到这儿啊 那可能就说了 哎呀果然发动机不行 你看那老美呢 能达到18吨 甚至有的数据还能说到它19吨 好家伙 咱最新款的涡扇19 才能达到11吨 那可不是老美领先我们30年吗 现在还比不过人家呢 哎 吃这种论调的人呢 在网上占50% 这种文章特别带有欺骗影 你说它有数据吗 它有 你说它数据对吗 它也对 但是航空发动机啊 它不仅有最大推力的一个数据 它还有推重笔 涡扇发动机 最重要的数据不是推力 而是推重笔 那什么是推重笔呢 那意思就是你发动机多大啊 你一吨的发动机能够产生10吨的推力 那推重笔就是10 你要是自重都100吨的发动机 你推力是20 那你的推重笔就0.2 那屁门不是 所以呢 您看看这F35的发动机 也就是这款F135 它的推重笔是多少 因为这款F135的发动机太重了 它达到了近2吨 所以它的推重笔也就是10 说说推重笔能够达到10 已经很不错了 而咱们的涡扇19推重笔是多少呢 咱们涡扇19的自重是1.1吨 它能够达到11吨的推力 那推重笔也是10 您看 所以说 美国最先进的F135发动机的推重笔 和咱们涡扇19的推重笔一模一样 那说到这儿 那大家都明白了 哦 原来咱们的发动机 那也不次于美国呀 您看 如果我不讲这个推重笔的话 那可能还有很多人 认为着咱的发动机不行的 这就叫认知 等你把这块知识给学完之后 你就能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所以说 人的认知这种东西 是个好东西 所以前几年一直在提 认知要升级 为什么认知要升级呢 就是你能够看清楚 很多以前看不明白的东西 你包括投资也好 健康也好 管理也好 这个世界纷繁复杂的东西 你都能看明白了 那变成一个超脱的人 那怎么样实现认知升级呢 那就看事情了 不能只看任劳 还要学习基础原理 你只有把基础知识学会 那很多纷繁复杂的事情 那你一眼就能看透了 您看我的电子站啊 我都已经讲了四期基础知识了 我自己都感觉跑的题有点大 但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认知 那我还得再跑两集 把那石油美元是怎么形成的 给解释清楚 你只有知道这块知识 那你才能知道怎么搞它 好了咱还接着讲发动机啊 刚才咱说到的推动比 那你一听 那推动比一样 那感觉咱的发动机也不次于它 但其实咱的发动机要比它强 那是因为还有一个认知 那就是航空发动机的另一项重要参数 寒道比 什么是寒道比啊 这个比较复杂 这个太专业了 我大概举个例子啊 您就理解为航空发动机的粗细吧 寒道比大的那发动机都特别粗 你比如运20上的那航空发动机 那个大九筒 您看粗不粗吧 那贼粗 所以呢它的推力就大 但是那运20的发动机 也就是咱们的涡扇20 你能装到战斗机上吗 你装到尖山5上试试 那尖山5都能变成球 那肯定不能用啊 所以说第四代战机 和第五代战机 它追求的是什么呢 追求的是小寒道比 高推力的涡扇发动机 那F35上的F135 涡扇发动机 那寒道比是多少呢 0.98 你说0.98 这个寒道比什么概念呢 咱得对比一下 咱那涡扇19的寒道比是多少呢 小于0.68 也就是0.68到0.4之间 我认为应该在0.5左右 您看整比那F35的发动机 寒道比小了一半 寒道比越小代表了什么呢 就代表了加速更快 高空高速能力越好 而且呢飞机的机体可以做得更加扁平 所以你看看F35长得虽然 它有一外号叫肥电 为什么那F35叫肥电呢 因为那机体太胖了 那肚子里装一个大牛筒 那它能好得了吗 所以那F35的最高速度 也只能达到1.6马克 也就是加力全开的情况下 可以达到1.6 平时巡航的时候 连音速都达不到 而且高空能力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它寒道比太大了 寒道比大的话 就说明它那款发动机的动力来源 是靠着卧扇发动机的卧扇 喷出去的凉风更多一些 靠那喷射的火柱子提供的动力 那就小一些 那你想啊 那这就造成什么情况呢 F35飞到高空 靠过海拔10公里以上的话 那就1万米吧 那空气就稀薄了 那它再靠那卧扇 往后喷的凉空气 那就不行了 空气稀薄了 那那窝扇有用吗 那高空的时候 那全靠什么呢 那都全靠那发动机的加力使 往后喷的热空气 那就吃那火柱子 那动力就靠那个了 所以高空高速能力 那寒道比越小越好 而且寒道比越小的话 那个发动机就越细 那发动机越细呢 那飞机就可以搞成双发的 就是装俩发动机 这样的话就安全了 你看那F35 它就那一台发动机 那么出一玩意儿 那万一在战争中 被弹片崩伤了 发动机上失动力了 那它一脑袋就拱海里了 你看咱那尖山五 因为发动机制重轻 寒道比小 它可以在机体内部装两个发动机 两个涡扇时角 提供的动力要超过F35 你想那一台发动机的推力是11吨 那两台发动机都是22吨的 那怎么说也比那F35 一台发动机推力18吨要强 而且还是小寒道的 那它高空高速性能肯定优异 那飞到十万米的高空 那依然跑得贼快 那机动性能依然帅得一逼 那现在战争 你飞机敢低空飞行吗 你飞得越低 越容易被发现 越容易被打下来 你要整天在目视高度以内飞行 就是在地上 你能看见那飞机的话 你拿一尖扛式导弹 就能把它给打下来 你看那俄乌战争 那为什么俄罗斯的飞机 经常被打下来呢 那就是经常执行低空轰炸任务 所以飞得低 就容易被尖扛式导弹打下来 那它为什么要执行低空轰炸呢 那还是毛雄加频 精确制导炸弹少 它飞得高了 撂炸弹撂不准 它只能飞得低了 那撂得准一些 它要有精确制导炸弹 它都在十万米高空开始撂了 所以说这F35 高空高速能力不行 被打下来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那咱那歼35 它没这问题啊 它俩发动机 还是小韩倒比的 那在云台眼里飞 你别说健康导弹了 你地空导弹打它 它也有足够的反应时间 大不了打开加力逃跑 您看这就是区别 所以说到现在 谁的发动机强 谁的发动机弱 这就清楚了吧 有人就问了 为什么咱的发动机 怎么那么牛逼呢 这就叫体制问题 美国的体制不行 它那武器研发呀 全是靠私人公司 什么雷神公司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那都是私人资本的武器承包商 他们追求的是利润 没有利润的公司就要破产 所以订单才是他们的生命 你五角大楼没有订单 他们就没有研究的动力 30年前 也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吧 可以说F19发动机 那称霸全球 从此以后 五角大楼就没有更高的需求了 再加上毛雄解体 那你说五角大楼 还需要更强的发动机吗 它感觉没有敌人了 所以呢 就没有更多的订单了 以至于连F119的订单都在减少 那F119可是F22的发动机啊 那现在F22的生产线都拆了 那F19还有什么订单呢 说实话 那F19可是一台很不错的发动机 那可是美国30年前的技术 那这款发动机的直径才1.1米 最高推力15.36吨 推重比超过10 即便是30年后 那也是世界领先水平 和咱们刚生产出来的涡扇15 性能极其相近 咱那涡扇15呢 也是歼20的发动机 这款发动机呢 最大推力18.5吨 比那F22的推力大了3吨 但是涡扇15呢 它的质重达到了1.8吨 比那F22的发动机 重了将近700公斤 所以说呢 它们的推重比几乎都在10左右 所以说呢 歼20的发动机和F22的发动机 实力相当 但是就因为大漂亮家的体质有问题 这么好的发动机 愣没订单了 路又走偏了 走了一条大寒道比的F135 这款发动机就是那 刚才咱说的那F35的发动机 导致F35现在变成肥变 还单发 只能搞低空低速 那高空高速 性能特别差 你要那玩意干嘛 对不对 那第五代战斗机 隐形战斗机 主要是干什么呢 那玩的就是隐形突防 那战争一开始 第一波次的就是隐形战斗机 高空高速突防 首先摧毁敌人的 雷达战 预警机 和高价值目标 这是第五代战斗机 主要的功能 好家伙 你弄点F35 高空高速突防性能 完全没有 你要那破玩意儿有什么用 那难道第五代战斗机 准备跟对方空中格斗吗 而且还是近空格斗那种 说一说定位就错了 好了 咱今天就说到这 咱总结一下啊 F22的发动机 是F19 各项性能 那确实很不错 跟咱们的歼20发动机 涡扇15 性能相当 几乎不分上下 那大老美的F35 发动机是F135 因为采用大寒道的设计 虽然推力很大 但是丧失了高空高速性能 而且直径太大 导致F35变成了飞电 而且还是单发 和咱们的歼35相比 完全没有可比性 咱歼35的发动机 是涡扇19 推重比和F35的发动机 一模一样 但是咱用的是 小寒道比发动机 体积小 能够双发 而且 两台发动机的推力 要远比F35强大 结论就是这个样子 我想全网目前能够 把航空发动机这块 尤其是这F35 和咱们的歼35 歼20和F22的发动机 做一个横向对比的 也就老三我这份了 谢谢大家